嗨嗨,我是Josh 當你支持著球隊 兩速局前就攻佔三壘 結果下一棒的打者 卻沒有辦法打回分數 你可能會氣到大媽說 怎麼會連這種基本功都辦不到 在兩速局之前 三壘有人的情況下 不需要打安打 只要深遠一點的飛球 或是內野高彈跳球 都能夠把跑者送回本壘得分 因此我們也都習慣 稱這種情況 是打者的基本功 但是你有想過 這個基本功的成功率 要有多高才算是OK呢? 關於這個問題 兩年前在國外 就已經有文章討論過了 今天就帶大家一起來看看 這個有趣的研究 那麼 兩速局前三壘有人 你覺得下一棒打者 打回分數的機率 應該要有多高呢? 既然都叫基本功了 我想至少要有個七成的成功率吧 可能有些人會講說 唉,這個我離主的學過機率 當然知道 因為有成功跟失敗兩種可能 所以成功的機率 就是50% 先不要說他的數學老師醒假了 因為基本上被他講對了 根據FB Reference的統計 大聯盟2017年 這個基本功的成功率 是51% 這個數字 是不是比你預期的還要更低 你可能會想 是不是最近幾年的球員 都比較喜歡揮大棒 所以他們的基本功比較差 大家看球賽的時候 應該也有聽過球評講過 其實球員不能夠只想揮大棒 有些時候應該要以確實級球員目標 想辦法幫球隊爭取分數才對 為了拼大棒而拉高倍三陣率 在兩處局前3A有人的時候 是非常不聰明的打法 而現代的球員比較追求常打 他們會為了拼拳來打 而更常被三陣 這點我想大家也都很清楚 這張圖是從1950年到現在 兩處局前3A有人的打者被三陣率 可以看到最近10年 確實有非常明顯的上升 在這種需要基本功的情況下 三陣這種毫無推進能力的數局數 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 另外我們看一下紅色的線 它是各年度的整體被三陣率 一樣也是在最近10年有明顯的上升 可是這代表現代球員的基本功變差了嗎 或許我們可以先歸類為 整體進攻策略的改變 這張圖是兩處局前3A有人的情況下 把跑者送回來得分的成功率 大約在2000年左右的時候成功率最高 正好也就是所謂的類固存時代 而且說高其實跟其他幾年相比 也不過就是2%左右的差距而已 2018年有稍微偏低一點 不過兩年前這個研究出來的時候 2018球季才剛開打一個月 參考性當然相對差一點 真的比較低的反而是在60到70年代 所以現代球員的成功率並沒有比較差 但是只看成功率可能不夠有參考性 接下來我們來看 兩處局前3A有人 平均每個打擊 可以換回來多少的分數 這個結果跟剛剛成功率的圖大同小異 我們這樣一年一年看 會感覺到數值有不小的震盪 現在我們以10年為一個單位 把結果統計成表格 這樣就清楚多了 很明顯的 近年來球員的被三陣率真的變高不少 就如我前面提到的 在這種情況下 被三陣是最沒幫助的一種死法 奇怪的是 基本功的成功率跟得分的效率 卻沒有因此下降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現代球員雖然被三陣率上升 但是他們也減少了一些毫無用處的擊球 例如你勉強碰出了一個軟弱無力的內野小飛球 那其實跟被三陣是一樣的意思啊 倒不如全力揮擊 雖然說你的被三陣率會拉高 但是同時你也增加了你打出長打的可能性 從數據上來看 得分的效率不會比較差 不過這是在大聯盟的情況下 畢竟他們的防守能力太可怕 球留在場內出局的可能性非常高 中值不見得適合這種觀念 因為我們球只要打進場內 就有無限的可能性 所以為了追求長打而拉高被三陣率的效益 可能就會比較差 那來總結一下 講數據前三雷有人 打者站上打擊區 這個打擊的得分機率就只有一半一半而已 所以也不用他沒把分數打回來 就罵他基本功很爛 然後即便他看起來像在開強陣揮大棒 也不用嘴他這種時候 應該要縮小揮棒動作來增加擊球率 因為數據就告訴我們被三陣率變高 並沒有影響這種情況的得分效率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按個訂閱 也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小額贊助談談價值的頻道 讓我可以做出更多更好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 掰掰